一個地球 七大洲 五大洋 兩百多個國家 數不盡的慶祷 地球人你都見識過了嗎 在黎明破曉時 祖先的訓練的聲音已經開始了 大家圍在一起 階級制度的拍拍站好 然後呢 論功行賞的騎勞 會一一的帶出來 年輕人 你這一年做對了什麼事情 做出了什麼事情 對的我們得加免 錯的呢 我們要檢討 更要服從接受 用雙瓢 然後來做一個洗禮 然後這雙瓢酒呢 另外一個是在接住你 還沒喝完一出來的酒 再重複 再喝完它一次 表示說你是完全接受 祖先的這個訓練 以及騎勞的對你期許 等於是一個家務式的 所以外賓不得介入 女生呢 更不能進入到會上 所以這是一個很神聖的 一個態度去面對 風靈祭第二天 由長輩的訓練開始 稱為白瓦 整個儀式中沒有嬉笑聲 每一個人用莊嚴的態度 等著接受長輩的訓練 場中央做著由祭司及祺老 選出的幹部 他們清楚知道 階層成員的名字 個性及處事態度 部落裡的男人 從16歲 就必須接受階層教育 在續編的過程中 會由年長的階層 架起被續編者的雙手 開始訴說這青年 一年之中所發生的任何事情 不管對或錯 只能虛心受講 不得違抗 總是我們人 不是完全實前實美的 總是有犯錯的時候 所以從那個時候 我們的祖先 在豐年紀的這段時間 就是要給他們訓話 他們在一年當中 對長輩啦 對家庭啦 對小孩啦 有不當的行為 讓他們有這個機會 讓他們改變 所以利用豐年紀這個時間 讓頭目跟長老 來對他們糾正 這個意義在這裡 一瓢的容量 等於一瓶的米酒 不一定每個人 都能一飲而進 但因為服從教育 所以再苦再辣 都還是會把酒吞下肚 由長自幼完成整個儀式後 帶著微微的酒飲 大家會出發到這一年之中 由往生者的家庭裡 進行除傷